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左右分别两折 总共六折 现在这个部分呢 折的是群折的部分 以下面的角落为中心 左下角 这里凸出来了 腰部看起来不是很平 没有关系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往里窝 右边这个没有问题 左边这个角 把它往里折 左右一样 翻过来 开始折上身的部分 三角形 看到这里有一个角了吗 我们把它折成一个三角形 一个 左边 一样的 对称 折成三角形 上身 第二个步骤 第二块 三角区域 按照中心线为主 左边呢 也是一样的 你会发现这像一个心形 好 翻过来看一下 这里还有个角 把它往下折 上半身的位置 这个角落 仍然折一个三角 这是一个肩膀的 位置 有一种 优雅的 感觉 好 上身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看 腰的部分 是不是有些宽呢 我们把它翻过来 开始 把这里窝一层 裙子的腰部 腰有一点粗 该怎么办呢 我们翻过来 反面 上身位置 这里有一点复杂 请仔细的看哦 折到 上边这个心形的位置 这里也是 按照它的角落 你多次尝试就可以了 然后 裙摆的位置 有一些宽 我们把裙摆的位置 沿着脚 沿着脚线 遮下去 很好 左边也是一样的 这个裙子的背面呢 就 是这个样子的 翻过来看 一个非常漂亮的公主裙 完成了 小朋友 你也一起来试一下吧 这是橘黄色的 这是紫红色的裙子 蓝色的裙子 巧克力颜色的裙子 粉红色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 FMT8 可乐姐姐 记得点击订阅哦 下次见 好